我決定要用以下兩張圖 來表達我對泰國食物的感受 逢星期一 原來很多員工就 那我一開始上班就不知 為什麼每個人都 我擔心會是犯法之類 另外要注意 如果你是來掘動電單車的 記得一定要戴一個可以防污染物的口罩 還有要戴雨衣 否則要變成一個廢積層的落湯雞 在泰國生活又是否真的這麼棒呢 在這裡生活又有什麼要留意呢 究竟為什麼我會去泰國實習呢 今天就等我 基藤 跟大家聊聊 Saw Adikap Pomchukleidun Pombay Platetai Fug Fugyan Benvera Sangdun La Pomchokman Mak 嘩 我終於覺得完 其實我是不懂泰文的 我只是想作狀一下 歡迎上一陣子 我是基藤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我like 甚至subscribe 就是你喜歡 那我當然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來吧 讓我營造一下氣氛 我買了很久很想吃 但為了拍這條影片我一直忍著沒有吃 哇 這個很好吃 好啦 首先說一下為什麼我會在泰國做委員會 PoliU就要求我們每個學生都一定要做委員會 才可以畢業 那我自己的科要求要做80個小時的委員會 其實就不是很多的 那我就在想不如去外國做 因為我之前在韓國交易的時候就真的很開心 所以就在想不如做一些將來出來社會之後 沒有什麼機會會再做到的事 那我在學校那個找公網 一直找很多東南亞的委員會 但是都沒有回音 那我就不死心 再報了幾間 那誰知道有一天 那一天我嘗試在泰國打電話 過來就用英文interview 那就收了我這個委員會 那年總共有五個來自香港不同大學的委員會 那我去之前是一個都不認識的 很快說說我的公司 那如果你在2019年就去過 Blackpink、Twice、Westlife、Maroon5的 Volt Tour的萬谷站的話 那你就有機會跟我刷新意過了 我公司就是Impact 背展 它是一個擁有超過150萬平方尺 室內空間的大型展覽場地 那我當時的名字就是 Database Management Executive 簡單來說就是 周圍上網找一下客戶的資料 那聯絡他們 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 參與我們接下來的展覽 那如果場館裡面有些活動在進行的話 我們都要下去幫幫忙 例如可能是將華語翻譯 翻譯到英文 跟當地的泰國同事說 簡單來說就是 我認識的緣我幫到他們我就幫 那我當時是申請這個 Non-immigrant visa Education and Internship 去泰國的 我就是在 羅文機場 即是舊機場那裡入境的 我當時是看到 我們香港人是有一條 特快的通道可以入境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拿著Visa去的話 記得記得一定要排回 正常的有移民官 幫你吸引那條隊 那你的Visa才會生效的 真的很好吃 好啦 繼續繼續 我們香港人最關心一定是住的問題 我是自己住的 一方面我自己就真的不喜歡跟別人共用廁所的 另外就是 因為泰國租真是便宜的 那我自己租也不是很過份 那我家屋就不算大的 大概250尺左右 就包了水電那些 住了大概兩個月 我是透過Airbnb去預約的 除外宿都是115港幣左右一晚而已 其實真的很便宜 那究竟我住在哪裏呢 Ratana Tibet Yam Wong Wan 我覺得我應該讀錯了 不過不要緊 我回到家就可以了 說回我的屋苑 總共有5棟 每棟大概30層高 說曼谷來說它絕對不是市中心 不過它是一個相對地又近我公司 而又在BTS旁邊的一個大型屋苑 在屋苑範圍裡面 都有七仔和有糖食的餐廳 基本上你不離開屋苑範圍 其實都可以生存到 加上它有24小時的空間 而且都沒有白卡鄰居 周圍都真的很乾淨 如果有看我IG Escalitono的State Caton系列 都知道我是很關心電視 這家屋的電視其實就比較小 我想只有30吋左右 就是很小的 其實它們有機頂盒 應該是它們的有線電視 但是我不會開 所以實際上它會不會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最後都是用回自己的耳機 看電就算了 那家屋整體體驗其實都很正的 因為它很乾淨 還有冷氣真的很涼 我住的期間 它冷氣機是有滴水的 它翌日已經找了師傅來維修 其實很快就搞定了 那住的方面有些什麼要注意的呢 床單被鋪這一類大型的床上用品 就未必洗到的 因為我家的露台就很小 都攤不開梨浪杆 你要留意自己屋苑附近 或者屋苑範圍裡面會不會有洗衣店 那我屋苑範圍裡面是有的 那我印象中寫一次床單和皮套呢 是要大概一百元港幣 那我自己覺得有點貴 但是基本上你每個星期都要洗一次 那就很麻煩了 那如果你說你是來旅遊的 那當然我不會建議你住我的屋苑 因為它真的不接近市中心 如果你飛的出曼谷市中心 要半個小時 不塞車的話 除非你真的長玩想住幾個月 那我覺得你有半個月可能住在這些地方 試一下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整體來說 在泰國的住屋方面 只要你在一些較發達的地方 選擇大型屋苑 其實都不難找到一間好的家 我肯定的聲明是 其實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都是潔癖 不會用手指去碰這些油來的東西 我經常都會被人打 但是我真的不想碰下去 哇 我已經吃了一包東西 不要緊我來 繼續 那到通勤方面 住得遠一點的香港人可能坐車上班 勤勤底都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我公司就還沒有BTS站 但是就有一個中型的巴士總站 不過我自己就沒有搭巴士 因為如果我由我家 搭到公司 都要住一程的士去到一個地方 才再去到巴士站 去搭巴士去我公司 而且那一巴士是很疏的 不過他們的巴士是說的 是那些好像 6Rand 同Rand 好像是坐20個人 那我本身早上就想著 抓 taxi 回公司 那怎知道我第一次上班 貴了一倍之餘 是又塞車又沒有車 那天幸好徒手截了的士 上了車去到 但是都不便宜 我記得大概要七十幾八十港元 那其實是貴的 在泰國來說 那自此之後 我就每天抓電單車回公司 那我印象中 大概都要半個小時 一程 那到後期 因為有一個 和Yu 的委員 Anna 就參加我來住 Long Pini Park Laterna Tibet 暗旺灣 那有個泰國同事 就很好 他其實住在我們附近 那他就問Anna 和我 會不會想在一個 漆仔等他 那他每次就開車 去那個漆仔接我們 再一起上班 那由此可見 其實泰國人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他可以不敢做 那我們上班都舒服了很多 起碼我不想再每天坐點單車 好 那又有些甚麼要注意呢 那首先很明顯 就是要預算自己住的地方 會不會有鐵路或巴士接駁到你上班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的 那你要想想自己能否承受到 坐著電單車在高速公路上穿插的快感和風險 那我自己就很享受這種快感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 我在香港一定不會這樣做 但是在泰國人又不知為何會這樣 另外要注意 如果你是拿電單車那些 記得記得 一定要戴一個可以防到污染物的口罩 還有要戴雨衣 否則你就會變成一個肺積層的落湯雞 我決定要用以下兩張圖 來表達我對泰國食物的感受 那整體來說泰國食物都一定是好吃的 那一定是辣的 那我自己就少了辣 還有很喜歡吃辣的 那但是份量就比較小 有時候我吃的麵呢 是要吃兩至三碗才飽 那好死不死 我公司就是一些會議展覽的場地 會有不同的公司來我們搞活動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宴會 我們可以數進去吃一份的 那這個時候就糟糕了 然後有啤酒 那就任喝任吃 那當然不只是公司宴會 我們可以免費吃 那其實給錢吃的東西都不少 定期就會有一個叫Otok的展覽 其實什麼都可以買的 而且還有一個很好吃的野食 那豬手飯真的很好吃 其實它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豬手飯 但是它好吃的程度是 我覺得十分是有九分 那麼好吃的 那一分是比它份量小了一點 那加上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喝這個茶 也就是是泰式茶 也就是是泰式茶 我真的瘋了 也不是我的胃口很好 那沒錯 你知道每天呢 早上早餐會買一些熱食的 那就是炒豬肉碎飯 也不是煎蛋那些 我差不多也早上早吃它 然後下午又吃得很肥 再加一杯茶 然後晚上又吃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結果兩個半月後我就變了一個波 飲品方面就有些要注意 泰國的水喉水有些泰國人都會跟我說 就算是煲了也不會喝 其實他們的工水系統或者水喉未必是很新 所以會有很多的沉積物在裡面 煲水是煲不走的 所以我當時也是買一些桶裝水 或者是瓶裝水在家裡煮飯和喝的 但擦牙我沒有理會那麼多 就這樣用水有水 但其實最好都是用一些瓶裝水去擦牙洗臉 但我就沒有理會那麼多 總之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吞進肚子就好很多 因為我留下家有7份 我都會買桶裝水回去 但其實你就不一定要自己捧上去那麼慘 但因為我不懂怎樣訂水 因為其實如果你訂水的話 它是會送上來你家裡的 我記得我兩個半月都好像是捧了大概 大概八次水左右 每次都是捧了大概這麼大的水 我想有四五升 說完飲食方面其實沒有什麼要注意 不過如果你真的不能吃辣的話 你就跟它說句 iPad iPad即是不辣 所以就是我不辣了 說到文化方面 我自己也有自己一套 就是當你在外國的時候尊重別人的文化 其實別人感受到你的尊重自然都會尊重你 想像一下你在香港也不會想看到有人 經常在那裡掠談 打尖 四處大小異變 隨地扔垃圾 雖然我覺得這些應該全世界的人都不會喜歡 即使你只要去幾天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也有責任去看一看 究竟當地人的行為 或者一些衣著 可能其實他們是很不喜歡的 其實我覺得你去到你都要尊重他們 另外就是泰國人做的 真的很慢 但是適應的 我覺得快慢這些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慢了之後都幾舒服 另外一樣東西都很值得一提 就是他們很LGBT friendly 雖然很可惜他們還沒有通過同性婚姻法案 但是其實他們當地人是很接受不同性取向 以及不同性別英同的人 剛剛說到同事會載我們上班 我們那天會聽著電台 每天都會有類似音樂排行榜的東西 發現原來Thai Pop是幾好聽的 我誠意推介這兩首給大家 記得看英文字網 理解一下他的歌詞 說少少關於上班的文化 我是2019年6月至8月去泰國實習的 那段時間就是泰皇傾纜阿瑟 加冕後那幾個月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慶祝活動 其中一件事就是逢星期一 原來很多員工會穿黃色衣服去慶祝 我第一次上班我就不知道 我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藍色衣服 我發現不對勁 為什麼每個人都穿著那件制服 死了 沒有人跟我說過 那我就很怕會是犯法或者之類 幸好原來穿黃色衣服不是強制的 只不過是很鼓勵你去穿黃色衣服去慶祝泰皇家面 之後我每個星期一都盡可能穿回 我唯一一件泥黃色的衣服去嘗試融入他們 但其實來不及是真的沒有東西 我覺得我但是吃不到這兩包 哎呀我忘了說這支水 這支水就是想說泰國的水 要買水 但我完全忘了我有這個動具 還要放了一張桌子很久 我都忘了 我只記得它 真是不好意思 好我們繼續 如果你們看到這裡還在看的話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以下來這件事我真的很想很想說 泰國有一件事很棒 就是有很多紅日 我短短在實習的兩個月裡面 我已經經歷了三天紅日 其實是很多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當香港要到2030年才有齊十七日的勞工假的時候 在2019年的泰國 法定的全國假期已經有二十天那麼多 還有額外六天的地區假期或者叫做政府假期 而不少公司都會跟著放這些政府假期 當然他們有這麼多日的紅日 大價自然就會少些 泰國法定大價最少是六天的 不過我這麼說 我們香港法定大價最少是七天 即是說 用2022年 我們現在這一刻有13天的勞工假 加上七天的最低大價 即是二十天假 但泰國2019年的法定全國假期已經有二十天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多價過我們很多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挺命苦 說一些文化方面要注意的事項 他們絕大部分人都相信佛教 佛教裡面頭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所以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摸泰國人的頭 其實泰國人真的是很親切和很熱情 所以整體上在泰國實習這件事 我是真的很開心和見識多了很多 就算我再選擇 其實我都會再回泰國做委員